大家好,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這次我們繼續玩這隻G-Generation Cosway 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也看到一部最厲害的機體 就是量子型的ELS 即是外星人版的00 目前來說是一個比較強勢的機體 也有觀眾問究竟怎樣可以獲得這麼強的機體和駕駛員 簡單說一下,大家只要在劇場版裡面 那三關的關卡的增加模式 都通關就可以獲得這個機體 連駕駛員都會同時間獲得 現在有一段影片就是關於到最後第三關的時候 如果一些新手來說,我沒有強大的機體 那怎樣可以通過這個關卡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 這關有兩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就是要通過三個回合 就這三個回合,如果大家沒有競技的話 可以把你們本身的機體集中在後排 另外關卡裡面也會有不同的機體 給大家使用 包括獄天使和妖天使 大家可以用這兩部機體做主力 清一清一波小怪 如果大家想用最快的模式去通關的話 其實也不需要你這個隱藏條件 直接靠他提供幾部機體 捱過了第三個回合 通過了第三個回合之後 薩娜就會出現 他就會連同這部量子型的零零 只要把我們的機體集中在後排 保住那部戰艦,不要讓他爆 而另外妖天使和獄天使 分別跟隨著量子零零高達 一路幫他清小怪 一路幫他清小怪 這樣就很快可以達到ELS的核心 重點就在於 最重要的是ELS不要被他擊中 盡量他的回合都調回避 而最後那一下 盡量給兩子型的零零 撿尾刀 就可以一路走一路打 很快就可以達成到三個回合之內 就已經去到ELS的核心位置了 除了拿到ELS的零零之外 除了拿到ELS之外 因為他的達成條件 就是五個回合之內 通關就可以獲得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方便 如果新手沒有一些勁機 其實都可以靠劇場版裡面的機體 去拿回你這一關卡 希望各位觀眾 又快點可以獲得這部這麼強的機體 今次的介紹到這裡結束 如果觀眾有什麼機體繼續想知道 歡迎在下面留言 最重要是訂閱本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